那麼撒卡都的局面當然不只在台北出現 現在也在新竹市上演 那麼當然了除了民進黨派出的新竹市的前副市長沈慧紅 對於市長的是國民黨的林根仁 現在還有民眾黨的高鴻安來勢洶洶 不過最近呢沈慧紅對於新竹呢 他提出他的政見 他說首播的政見就是鎖定這個舊城區 要來推動東門町造勢計畫 要以這個短中期呢 還有長期的計畫來找回人潮跟商業活力 但是他一喊出來之後 國民黨的林根仁就說了 舊城區沒落呢是新竹市的痛 應該是要保留他原來的特色吧 而且你要協助行銷店家的故事 替舊城區帶來人潮才是重點 但高鴻安就相當的不以為然了 他說呢沈慧紅提出這樣子的政見 那你過去七年多為什麼不做呢 而且你放任中正台商圈整個沒落老化 現在你又說要來振興中正台 他說你應該先向商圈的攤販跟居民道歉吧 那你這七年多在做什麼 你要民眾怎麼相信你 接下來的四年 你還會帶領他們來振興商圈呢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會找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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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